第三千三百零八集 他明白自己只有一次机会 如果没有一定的把握 绝对不能动手 几天之前 无极鬼王突然造访 让他依稀看到了一丝希望 女拔跟后卿一样 不愿意寄人篱下 因此当年好几次拒绝了 无极鬼王的合作要求 但是今非昔比 如今他虽然一直在灵界集结兵里 对空界进行试探性的进攻 但这其实都是用来迷惑外界的 给人失足崛起的感觉 这样他们才不敢贸然的进攻灵界 实际上 失足这些年外强中干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再加上锐冷欲见面之后 开出了一个让他无法拒绝的要求 要将体内的蒋尘之血送给他 后卿当年崛起 能够一个人大战叶绍阳重任 就是因为蒋尘之血的加持 让他成为了绝带的强者 而后卿到底还是奇差利着 他死之后 他死之后 将尘之血被锐冷欲所用 然后被继承到了如今的 无极鬼王的身上 无极鬼王掌握阴阳奥义 战斗方面更是鬼术 将尘之血与这些功能重叠 对他而言作用不是那么大 但对于女拔 不光能让他恢复昔日实力 甚至有机会成为后卿一样的 绝世强者 于是女拔就屈服了 答应跟太阴山合作 其实就是给人当小弟 于是今天派出了 大批的僵尸前来助阵 并且让穆罕亲自领军 穆罕的心中被压抑了 十七年的复仇火焰 燃烧了起来 他深深的吸了口气 打算再跟瑞朗玉说说 正要开口 突然无极鬼王人影一闪 消失不见了 原地只剩下他肩上的 那只血污还在 再一看对面 从那无形的结结之中 张继 清云子等一干人 已经飞快地冲来 而瑞朗玉 则对他们冲了过去 然而 他们并没有交上手 瑞朗玉从他们身边 飞快地窜了过去 在通道即将河边之间 钻了进去 他朝着刀缝 林三生和街引道人 所在的那座岛屿 就扑了过去 但在一瞬间 他的动作慢了下来 在别人看来 他好像是被什么 无形的东西给围住了 却什么也看不见 他失算了 他并不了解 这座法阵的激励 以为是像气球一样 总然表皮在后一线 但内部是真空的 只要自己速度足够快 就能够一下子 穿过外面这层壳 冲到最里面去 这样就能够 为所欲为了 他哪里想到 这法阵实际上 是一个实心的馒头 不管你速度再快 只要你没有一头扎出去 你就会陷入其中 接引道人 他们能够行动自主 是因为他们是 法阵的发起者 和操控者 与法阵之间 有平衡之力存在 就好像鱼儿在水里 能够自由地行动 但别的生物进去 就得淹死 锐浪玉刚钻入了阵法 就被一股强大的 五行之力包裹住了 这星辰大阵 有上百个强者一起操控 别说法阵之力极为的玄妙 就算这上百个强者的法力 汇聚在一起 那也是一股超级可怕的力量 星辰大阵之强 三界之内绝大多数的生灵 一旦被困其中 只能束手就擒了 但是锐浪玉不属于这绝大多数 当下运转阴阳而起 再周身 生生挤住了八正大的空间 虽然他不断地往前走 这个气泡一般的空间 也一直跟随着他 这个场面让隐藏在了修罗界 浓舞中的那些正在控阵的强者 都看得目瞪口呆 这些家伙虽然没办法参与讨论和聊天 但他们一直都在默默地关注着战场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没见过无极归王 对他的实力也有所怀疑 但他们对星辰大阵有足够的了解 瑞朗玉在被困住的情况下 仍然能够自由前进 光是这一点已经说明了他的实力 已经到了通天彻地的地步 了不起啊 接引道人俯看着他 面不改色地说 贵王 你是老夫我数千年来 见过最强的人 你个人实力 甚至还在大地之上 若没有一点实力 谁敢上修罗界来找麻烦 瑞朗玉笑了笑 端而朝林三生看了过去说 军师 不用说 这一定要是你的计谋了 尔宰的身后 宰结界的外面 青云子等一干人已经开始与太阴山协武和僵尸们斗在力气 有来有往的 这才是真正的战斗 虎胜 过来与我决斗 张姬手持刀剑 朝穆涵冲了过去 穆涵折服了17年 尽管一直都挺憋屈的 但是这些年也没白赶 实力也提升到了不少 只是一直没跟人打过 当下见张姬冲了过来 也想要试一试自己的实力 于是赫灵那些守在自己的手下都散开 冲过去跟张姬单挑去了 林三生也望着瑞朗玉 虽然他行动自由 但速度上仍然差了很多 短时间内到不了这座岛屿上 于是就说道 鬼王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你可以不回答 说说看 瑞朗玉冲得挑了挑眉毛 表现出了一个少女的样子 而一点也不像鬼王 瑞朗玉 如今还活着吗 瑞朗玉愣了一下 笑道 你的眼神不好吗 我就是瑞朗玉啊 你不是 如果你不想回答 也无所谓了 告诉你也无妨 如今她是我 我是她 没有谁能控制谁 我们是一体的 林三生 你说的有关我的过去 我仍然记得 但我也明白 那个时候的我没有觉醒 如今我觉醒了 那些事情对我而言 都没什么意义了 她一边对抗着 发震强大的压迫之力 一边缓缓地走着 望着林三生的反应 林三生摇摇头说 我无法理解这种感觉 假如你现在经历的一切 是做梦 等梦醒来 之前梦里那些恩怨情仇 都会成了虚假的 那些经历 我仍然记得 但是对我而言 就像是一个梦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